老師想錄鏡 你覺得呢 你是被偷拍的 4 好 2 3 再上盆了 好 好 好 OK 還要拍手 還要拍手 喔好謝謝 好 那平安可以開始講 等一下 直接講就好了 等一下你們可以問問題 就是說你覺得哪一個有用 啊沒有用你也可以講 好 我大概來這邊 到考這個分數大概補行9個月 然後原本程度大概全民間初級 然後在過程中 一開始我覺得 我是考第二次才這個分數 第一次的時候 準備半年 然後六八五而已 然後那時候 就自己亂讀了 跟補習班這樣 然後到六八五之後 到這邊三個月的時間 我去買模擬屍體 一本大概六百塊 然後又五回 然後 那五回當中 很接近實際考試 不管是聽力還是閱讀 都很接近實際考試的那個 難度跟提醒 都蠻像的 然後自己帶一下練習 其實練習我覺得 練習不用每次都要兩個小時 一次學 我是自己花一個禮拜 然後一個禮拜做一回 就兩百題 一個禮拜做一回 每天做一點 每天做一點 就每天一半小時 或一小時這樣 然後 莫名其妙就 就開始 本來 本來聽那個三四大題 聽力也蠻吃力的 然後聽到後面 就莫名其妙 每天一點一點點 聽到後面 就覺得還蠻順的 然後 然後 練習的時候 就開始 逐漸提高 然後 這就是 還有老師 上課的時候 會跟讀 跟讀有時候 我也會練一下 第二大題 就是照著解析本上面 模擬考的解析本上面 有那個script 然後 開始跟著他唸 然後 如果唸得蠻順的話 就會 開始 用conversation下去跟讀 跟著conversation 然後 如果 再 後面一點 就會可能 就是聽第二大題 然後聽一遍 然後自己用背的附送 就不要看 那個script 就用背的附送 然後 那 閱讀的話 我覺得 101到140 那個 就是 會就會 不會就不會 浪費很多時間 慢慢看其實 沒辦法增加太多大對率 頂多就刪去法 二選一 三選一這樣 那 閱讀的部分 我覺得 花時間的話 比較容易 提高你的 整體的分數 因為那種東西 是可以透過時間去找到答案 那當然 那前提是你要 能夠在101 到152 這個 前面52題 能夠 越快結束 省下越多時間 來幫助你 後面做閱讀 能夠有更多時間 去找到正確答案 那 做閱讀也是 就是 老師講說 一個 閱讀題目裡面 有簡單到難的題目 你看到簡單就先去做 然後 難的題目 你透過快速瀏覽的狀況下去 找答案 然後 快速瀏覽 因為沒有看很仔細 有時候 那個題目比較刁鑽 你可能找不到答案 那看你是要跳過 還是 就先隨便拆 因為如果你 你 花太多時間去找這個 哪個題目 對分數可能也沒有太多幫助 然後就全部 趕快先做 剩個10分鐘 5分鐘 看能不能幫助 在 雙片閱讀上面 有多增加 就是10分鐘的時間去找 那 4 5題或2 3題 比較難的題目 再把 分數給提高 這樣子 大概 聽力跟閱讀 我是這樣的觀念 在練習 那有沒有什麼問題 還是 準備 有嗎 嗯 那模擬椅子在哪裡買的啊 模擬 隔壁那個 全家不是 書局 那邊有嗎 對那邊有 還蠻多的 但是 有些很難啊 我有買過很難的 那個 可能就是針對 如果你已經有 大概800分左右的分數 如果你想要 900分 還是金色證書 他有出一些特別難的 多益 我有買一本 我家練那個寫出來的成績 都不是太好看 那如果買正常多益難度的題目的話 再練的話 就是大概都有這種分數 對 他後面有那個 對照 分數對照表 對可以自己寫完練習 去看自己分數大概多少 對 所以 模擬體育的題目的方式 都被你一定 那個 就是 多益式體 很很像 難度很像 尤其是聽力 我覺得聽力 進步的幅度可以很快 我第一次 考聽力是 335而已 然後練習三個月 就變415 就是那個模擬式體的聽力 讓我每天這樣聽一點聽一點 真的可以進步很快 對 還有更讀 更讀 有事沒事 不要跟著念 還有問題 你是怎麼增強你的那個做題速度 做題速度 模擬式體 他有閱讀 閱讀我在 就是練習快速掃讀題目 就是盡量透過題目的關鍵字 自己下去 在文章中 就是快速掃讀 有時候 就是透過模擬式體能夠 然後增幻你那個手感 就是快速掃讀的那個 感覺跟能力 就是那個 RT的Sense 對對對 有一個 也要一點運氣 有時候 掃讀 掃得到 很快就掃到 有時候也要運氣運氣 還有問題嗎 所以有可能是 考試當中的一些模擬式體 會出現在什麼圈 那個 因為那本 我買的模擬式體 他也會附一些 多一場考的單字都寫在上面 你看多了真的 很多字原本都不太熟悉 如果那些字不太熟悉 你要考高分 可能就比較難 但是我透過做模擬式體 就是那一本五回 我做了兩次 整本 從頭到尾做兩次 還會加速管轍 我等一下有照片可以給你們看 那你傳輸給我們 那個 就是練完真的我覺得 進步很神速 因為 他的聽力真的是跟真實考試很像 那如果你加強聽力的話 從 就是335 3個月變415 真的是 就是 有機會 也不用說每天都要讀很多 但是每天就一點點 就好 對 也不會 就看個有印象的印象就好 對 是怎麼非常知道 我在寫模擬式體的時候 如果有遇到 比較不熟悉的字 我可能會超到一個筆記本 然後那個筆記本 有些字一開始就是 很多字都是很不熟 然後你寫久了之後 他就是 就大概那些 可能原本一百個字不熟 然後你可能寫久了 你再重新看那些 你再重新看那些 你當初不是很熟 但是你一直 因為你有閱讀 又有印象 你可能一百個字 可能就變五十個字不熟 那 你用心學到五十個字 對 但是也不會說 可以 要把每個字都平均 但是 要會唸 唸的話 也幫助自己的聽力 能夠正確掌握 那個 聽的時候正確掌握他的字 對 好 那就謝謝底太龍 好 謝謝 謝謝